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粘锅刷上少许油打入两个鸡蛋 小火烧至蛋液底部凝固 加入一丢丢清水 盖上锅盖煮两分钟 不用翻面 一个成型的流心荷包蛋就煎好了 这个煎蛋是不是感觉很清爽 我买的现成的全麦卷饼 吃起来特别的方便 平底锅双面加热30秒就可以了 我还买了菠菜味和黑芝麻味的 开始卷饼了 饼的中间用剪刀剪一下 书载的摆放没有任何讲究 随意就好 一 二 三 当当 是不是特别方便 虽然在家做早饭 但是包装一下 会大大提升早餐的仪式感 在选择食材的时候 我也会看色彩的搭配 毕竟高颜值的食物 是会让人身心愉悦的 这个食材比较多 包的时候 注意不要露出来 这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治愈 剩下的黑芝麻饼 我准备做个甜口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爱上了花生酱 也不知道为什么 花生酱跟香蕉特别的大 剩下的这个空位 我准备涂一点 自己做的酸奶 我感觉这个口感会很丰富 不过 不喜欢的人可能也会觉得 有一点黑暗料理的味道吧 准备出去上班了 还是决定把它打包起来 我感觉自己可以出去摆摊了 叮咚 你的早餐会卖到咯 再忙 你要记得好好吃早饭哦 不合乱 不合乱 好 不合乱 一批 不合乱